女人是语言敏感会的集体 比较容易捕捉到特别的字眼 语言本是一门艺术 有些时候看起来是比较平常的对话中 可能传达出却是另一种意思 如果这时的你没有捕捉到其中的含义 可能会让你错失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在婚姻生活中 女人的警惕感是与时俱来的 很多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听懂对方深层话语 那么下面就来教你如何从男人的话中 看出他对你是不是不爱了 第一 今晚我要加班 结婚后老公从一段时间开始总是很晚回来 每次都说单位要加班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过多的解释 那么在这时有人可要注意了 单位不会突然无缘无故的加班 而且经常加班 就算要加班至少要说明什么原因 就算是和朋友出去聚会 也不可能是经常性的 看起来出轨的几率大一些 经常外出 尤其是三更半夜 女人真的要提防了 第二 经常说你想多了 爱情中的女人就像名侦探柯南一样 拥有很强的洞察力 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怀疑谁 肯定是男人的一些做法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当你老公说你想多了 他这样说其实是找不到适合的理由 堂塞过去 而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去 让你认为是自己不信任他 无理取闹而已 特别是经常这么说 说的次说越多 就说明他越是做贼心虚 一定是有在外面什么事瞒着老婆 第三 这些小事就不要来烦我了 如果你的男人非常的爱你 那么在他的眼里 大事和小事都没有区别 只要与你有关 他都会放在心上的 把你的事情当做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男人不爱你了 他就会对你漠不关心 觉得你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不要来麻烦他 所以越爱说这句话的男人 心里越不爱你 第四 随便你无所谓 如果你的另一半 他经常对你说随便你 你可要注意了 可能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你的地位了 那么这段感情渐渐地走向了破裂 在他的眼中你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出无所谓的状态 所以女人们必须自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第五 我累了 一句我累了 只能说明男人厌倦这段感情 可能他真的是心累了 这段婚姻已经让他疲惫不堪 男人都是下半身动物 要是在床上也照样拒绝你 只能说明他对你的爱再不断减少 女人该行动起来了 别再拖下去了 后果你承受不起 第六 你真的很烦 如果你老公对你十分反感 你做什么都觉得是你的错 能说出这句话 已经没有为你留情面了 这是感情中的逐客令 你对他关心的念叨 他便会说你真烦 这种已经讨厌到的极致 你老公已经不想看见你了 也不想听你说什么 只想你离他远远的 他真的是不爱你呢 做女人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付出的太多却得不到珍惜 享受同样会被抛弃 不管出于爱还是责任 观察男人的细节 同样也能让你明白 这个男的值不值得你的爱 值不值得你为他付出 如果男人根本就不爱你了 那么你就没必要 再浪费青春与时间 感谢观看